你行吗 甭跟我客气啦 特想知道 还是他爸呢 死了 怎么死的 不说这些行吗 对不起 不该问这个 没事 都过去了 以后这有什么打算呢 唱歌赚钱 把孩子养大 爸 把我妈照顾好 养老送终 一个人太辛苦了 没办法 这都是我的债 我得还 那我跟你一块儿还这债呗 这二哥就是二哥啊 二哥永远是二哥 什么时候都让我这心里 疼得我来 但是不行 这是我的债 这债我得自己花 你看不上我 这话给我说吧 我现在没结婚就有一个孩子 我现在没结婚就有一个孩子 也没什么稳定工作 除了唱歌什么都不会 还有一封吗 你现在应该看不上我 我一直喜欢你 刘宇 我一直喜欢你 刘宇 这些年了没谈过你朋友 要等着你回来 你什么德行我都不在乎 我也不管你 你什么都不在乎 你什么都不在乎 我现在不是你当年喜欢的小妞了 真的 我现在陪不上你 有什么陪不上 我就喜欢带着孩子 又喜欢有一封妈 我就喜欢这没稳定工作的 就喜欢这场歌 怎么了 二哥 你以后别这么跟我说话了 真的 我听你这么说话我心里疼难受 我知道你心里有我 那天在医院 我把话已经说绝了 我就是不想让你以后有这种想法 以后咱们就是朋友 一辈子都是朋友 行吗 不好 我没你不行 你逼我 算是吧 你要是忍心 我带着孩子带着妈 从这儿搬出去 离你远远的 让你眼不见心不烦 我说到做到 来 喝酒吧 想那些事干吗 现在这样多好 你该交个女朋友了 好啊 你给我介绍一个 你不是说过 有个什么医生 你的发小 肯定有点意思 是 那为什么不好好发展发展 我也想好好发展 心里有事啊 那就把事放下 有你 我放不下 我俩不合适 我俩不合适 我是不合适啊 人生观 价值观 爱情观 我特想听听你这什么 人生观 价值观 爱情观 反正肯定和你的不一样 比如我呢 比如说 我觉得 对不起 妈 你慢点说 什么 在哪儿啊 我马上过来 我马上过来 坏了 怎么了 我大哥出事了 我 妈给我打电话 说你这跟人转车了 身上钱也没带够 我这赶紧过来了 你走吧 您好 您是郭小江的家属 对对对 我是他弟弟 是吧 是这么回事啊 你哥在万全路 疲劳驾驶 把人车给撞了 全责 你现在病人伤得重吗 这伤得严不严重 我倒不清楚 不过那病人啊 在路上一直A用 现在正在做全面检查 就是 刮蹭了一下 他从车上下来的时候 还好好的呢 劈头盖脸就骂人 我还没来机跟他说什么呢 他就躺地下说自己不行了 您 这是你的一面之词啊 没事 您说 现在 他没带够钱 您看您这 我带了 我带了 那到点交钱去 您说 跟我走 好嘞 行 用不着 我自己就 你 你配合一下人家工作 你这么着做有意思吗 有意思吗 你说有意思吗 我的事也少管 大哥 你先 你别急 有什么话 跟你哥慢慢说 警察同志 我跟你们去办手续吧 别麻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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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让我去办手 反正我给老二老四都打过电话了 我告诉他们 大哥出事了 今儿太晚了 明儿一早 必须倒 你要把肉母根几个倒齐了 你一块儿骂我们滚蛋 你可以一辈子都不理我们 但不管你怎么样 我们就这么无赖 我们心里就你这么一大哥 我们就那么离不开 大哥的剪法 很结实哟 好漂亮 医生 病人状况怎么样 您是病人家属 不 我是司机的家属 问题不大 就是这腿部有点水肿 其实像她这种情况 根本就用不着过来拍片子了 那病人知道这状况吗 知道 不过刚刚还在里边还嚷着呢 说我们这医院又小油破 医疗设施也不行 跟你们还说了非要调那大医院不可 你说这不成心捣乱吗 我跟你说啊 这种病人我们可见得多了 你们可得赶紧想办法 行 我知道了 谢谢医生 没事 这是她这个片子 你拿好 谢谢啊 没事 怎么碰上这么一人啊 我会会她去 你会她有什么用啊 嗯 现在病人说要转院 连警察都没辙 她转哪儿去 这倒没说 只说要转到大医院 不如 就转你发小的医院吧 到时候真的有什么麻烦 开个证明什么的也方便 我不想求她 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想东想西的 快打电话吧 快打电话吧 您好 请问范蓉范大夫在吗 那太好了 麻烦您帮我交代一下 十二床 那上车的情况怎么样了 十二床 腿磕了一下 有点水肿 正耍赖 我听护士说 我听护士说 你那个老三带了个女友 她陪了她一夜 他陪了她一夜 他陪了她一夜 关我屁事啊 关我多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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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走走 干活吧 查房去 你去 你去 我一会上门去 好 我一会上门去 这怎么一样 疼 这儿呢 疼疼疼疼 这儿呢 疼疼疼 这儿 别跑 轻点 轻点 疼 你先躺好 你先躺好 这儿也疼 好好好 记上 脚滑膝盖大腿肩膀疼 病房推了 是得去就活 你这伤子太重 没有一种不敢给你乱吃东西 我正因为伤子重 才需要补充营养呢 你说的大伙 当然需要 你看 但是 但是营养这个东西啊 得定时定量地补 水果这种东西啊 还是饭后吃比较好 不是 我这套是没有 不是 躺好啊 好好量体温啊 躺好 那就这样 我先走了 谢谢啊 再见 谢谢 你哥什么时候来啊 怪了 刚才电话里把这边的情况 都跟他们哥几个说了 没什么事你赶紧回去休息吧 行吧 我都快困死了 能不困吗 这折腾一宿吧 遭我说说你 别走啊 我怎么没吃饭饿啊 行 我让护士给你拿饭啊 那我不是闭酒啊 好 怎么了 没事 突然间有点头晕 估计是滴血糖了 就是没吃早饭 早饱我疯了点 您慢点走 不用 我哪这么娇气啊 还点摔着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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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晚已经折腾我大哥的事了 也忘给你们介绍了 这是我 我票公司的领导 叶琪 这是范荣 诶 你女朋友 她吃醋了 快去哄她吧 不是 没有 我们 好呗 你谁啊 我啊 撞你那大哥的地 这儿是老家属啊 怎么样啊 大夫说没什么事啊 谁说的 谁这么不负责任 我告诉你啊 我不仅身体受到了创伤 精神上也承受着巨大的痛苦 那今天是挺严重的啊 那可怕了 那你怎么痛苦了 这 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寂寞 这种寂寞啊 排山倒海般的就来了 就在这病房里 听着够神啊 那该怎么办呢 办法倒是有 让我这病情不再恶化 要不你出去给我买一CD机 听听音乐 背部能好点 CD机那什么玩意儿 它便宜了 那不是买来多寒热啊 特别便宜 嗯 哎 兄弟 这么着呢 我给你买一个轰炸鸡刀 你什么意思啊 我炸死他 来人哪 打人哪 你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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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苦口婆心说了半天了 您倒说句话啊 别吃了 你给我 不给 看你那样 人老三就是做个介绍怎么啦 再说了 一看那女的就比老三大 至于的吗你 他们俩能有什么事啊 他们那是挑衅 说了半天 你含着这句是吧 我真奇了怪了 这老三哪好 哪那么大魅力啊 看上他哪了 深藏不露 什么 深藏不露 他又不是老头子 他还深藏不露 真的 我不了解他 他上学那会儿就这样 有时候我真想拿手术刀 把他脑袋敲开看看 他都想什么呢 我太吓人了也 你真疯得不轻你 你吃不吃 吃不吃了 不吃 我还生气呢我 刚刚要不是你拦着我一通炮拳 我打他乌鸦变凤凰 打完了那是凤凰变乌鸦 甭管什么 反正是欠揍了你好 怎么着 怎么着 车还没 大门没理我 你怎么着 咱俩一块上吧 使劲演 我不信把他演不活了 被演得他跟咱说话不可 行 走 走 我觉得你这事出啊 一出事 就让咱个儿有个紧密的团结在大哥周围了 没错 不管大哥多烦咱们 多讨厌咱们 咱们就这么四倍来历 就愿意在大哥的安全马后效力 你这回大哥想跑也跑不了嘛 人民警察帮咱们盯着他呢 这病人不出院 这案子就结不了 大哥 哥这个眼巴巴看着 在那儿说句话呀 再不成 骂好那一段 大哥 以前呢 都是我二哥做得不好 自作聪明 我知道你那口气啊 一直没撒出来 要不这么着 你 你瞅着 我跟三哥 二哥揍一顿 怎么样 那劝大哥来了 打场过来了 别看你那小体格 保证打到你满地找牙 你别废话 三哥 帮忙弄他 用不着我你一人就搁 我 弄你 我可算病了啊 大哥 我算病了 你抱我腿算我让事了 嗯 别忙了 大哥发话 别忙了 不用不用不用 对 我 谢谢你们哥几个 我这心里啊 都明白 以前咱哥几个那点事啊 全怪我 不怪你们 知道哥几个呢 都是为我好 想让我过点好日子 可是大哥我呢 把这事弄得呀 丢人 太丢人了 以至于我都不愿意见你们呀 不愿意是假 没脸见你 现在这事呢 又是职业司机撞了车 又丢人了 又丢了人了 没想到你们哥几个呢 也没笑话我 他齐刷刷的全来了 大哥我心里暖和 暖和 行了 过去的事啊 都不提了 大哥我呢 还得认个怂 我求求哥几个啊 帮帮我 让你们前的事呢 就赶紧过去 我保证以后 再也不给哥几个添麻烦了 大哥这前半段发言非常地精彩 对 结尾这也道歪了 什么叫认怂呢 那就大丈夫能伸能驱 我完全同一样哥的意见 山谷来好了 往哪儿删呢 哪儿那么多废话 就你话多 赶紧回家 开个全家会议 群色群厉 把问题解决了 对 回家 这么着 我先去警察叔叔这儿 跟你一起回家去 行行行行 你那哪儿 两下哪儿行啊 我跟你一块去 三儿 三儿陪着大哥 哥 我们马上回来 咱回家 啊 好 跟着呢 像你母亲这种病症啊 你应该很了解 如果在家养了 这会对你们家属带来很多的麻烦 甚至影响到其他人 我建议啊还是在医院 做长期的疗养比较好 嗯 那当然是好了 嗯 那长期疗养的话费用是多少 医疗费加疗养费 一个月最少五六千吧 况且这种精神病患者 为了安全期间 我建议是住单筋 这样价格可能会更高一点 这么贵啊 价格是不便宜 但是对病人有好处 这不是你母亲吗 啊 说实话还得赶紧的 万一这单筋没有了 就找院长都没用 是是是 他爸他爸他爸 跟这坐会儿 你你跟他晃得我眼晕 哎呀我说老二啊 都是你惹的事儿 人家老三在医院里 伺候那病人一晚上了 也没怎么着 你这一去可好 你这不是添乱吗 那本身就一混蛋 这可好 混蛋碰混蛋 您甭说我啊 您要去了也一样 就您那老工人的脾气 那得把他扒光了 掉房梁上 拿皮边沾着眼水抽 哎 哎 你把我说成法西斯了 我能像你似的 得了吧 要不是没那么打过我 小时候我是打过你 可我也没沾点水呀 而且我是用的是皮带呀 咱甭舍钱片了成吧 都想都想想啊 那这病人还跟医院躺着呢 老三 你跟这混蛋 不是 这这这病人接触的最多 那你这儿有什么办法吗 说实话我也没辙 你就怕碰到这种滚刀肉 他不跟你讲理 爸 这个啊 要不我跟他聊聊 我无非就是想额点钱 我问问价呗 不行啊 车坏咱给他赔车 人坏了咱给他修人 不能这么窝呢 给点钱倒也无所谓 关键是怕他没完没了 那三千两头人就是不舒服 动不动给你来道提检 没完没了要钱 你这烦不烦 我一定要有一些 你有什么想法 你这最好想售啊 这个怎么办 这吴海看呢 这一简直的关键 你这一简直的关键 你这一简直的关键 你那些关键 你这一简直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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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心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琢磨什么呢 歇得差不多咱回去吧 你就说 咱们站在这儿 差不多五分钟吧 我数了数 就是三十多辆出租车过去了 这么多人干出租这行 怎么就偏偏咱儿子出事了 甭想那么多了 你这上了年纪吧 姥姥姥姥心思还越来越重了 不听说那个儿孙自有儿孙福 叫他们孩子们自己个笨去吧 年纪大了他也是我儿子 你说老大过了几天舒坦日子 这好不容易开上出租了 能踏实会儿了吧 这又出这事儿 行哪 那哥几个现在跟医院不解决着呢嘛 回头问问怎么着了 咱先回家吧啊 忘忘心了去 大哥 沉稳 一定要沉稳 嗯 就跟周日发生的 那一排头 那一劲儿 一定要有 行了别逼你了 大哥 这范容说了一会儿就查房了 就这会儿功夫 赶紧的 那赶紧的吧 行啊 我去老老 去 都该搁搁了 啊 来了 今儿还挺早啊 我刚跟大夫说了 今儿啊还得照个CT 做个深入的检查 片子一千多块嘛 那个住院处还说你这点押金 今儿快完了 得赶快续上 另外啊 你倒是出去 买点香蕉 我这两天啊 大便不得老痛快的 得润润长了 车给你修好了 就停到楼下了 这是车钥匙 给你多少钱 这事能聊啊 这话我爱听 我跟你算啊 武功费 护理费 精神损失费 营养费 多数 掏两万五啊 我给你三万 零钱就不用找了 啥了 要五万好了 这小刘护士在这里边看着 都积分复复了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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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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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 有点帮忙 好 那就对了 二哥就看见了 趁着打铁上 行啊 刘夕 你也不看了谁粗的主意 人是抽没了 赶紧找范荣准备去 你也不夸会人吧 我去 怎么回事 你干什么呢 你别拍了啊 干吗 你们想干吗啊 别拍了啊 我跟你说别拍了啊 再拍我叫人了啊我跟你说 别拍了啊 我跟你说 你要再拍我喊人了啊 你拍两张照片 别让他们到时候认错了人 我真喊人了啊 你麻烦了 麻烦了谁啊 虚了 没焦点了 行了 包二爷 行了 开了棒球了 干净了 等着啊 坐 你们这儿干什么啊 你叫王桓是吧 家住在花家地 啊 怎么了 有个孩子叫什么 王毛儿静 我儿子 怎么给孩子起这么个名字呀 毛儿静 是为了纪念你是个徒底王 怎么说话呢 你怎么知道的 打听这点事太容易了 我告诉你啊 少给我来这套 下火 吹牛呢 你打哪儿听 海淀花刀小五 那儿我小姨父 是吗 没听说过 没有 特别 二爷 来 学伙 我 完事了 来 来 哥给你招双相 现在玩的是人体摄影 等我弄不下 来 走了 得了 回见二爷 再见 您好点了 虎面手术 又有什么毛病啊 痴疮 我看您能聊天 那几个人您认识啊 谁啊 不认识 不能啊 我眼瞅着您跟他们打招呼呢 得了 就不就你 我那人啊 胆小 不爱管闲事 得了 别人家老哥 去屋屋 去屋 聊两个 聊两个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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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哥 来 来 老哥 您喝茶 您喝茶 谢谢您 我这绝得把您这话说了一半 您得跟我说说呗 我看你这人呀 也挺厚的 我瞎说几句啊 您就是内出车祸了吧 是啊 这车也装坏了 我这人不是也受伤了吗 您那事我刚听他们说了 本来就是一小事 听人家交通队的解决方案 不就完了吗 您这一折腾 麻烦可就大了 说句您不爱听的 您这回啊 捅娄子了 这怎么叫捅娄子呢 我被撞了 这交通队就让他绣个车 就赔两千块钱 我能干吗 怎么着得多闹俩钱 真给您那钱您也不能要 为什么呀 为什么 我实话告诉您吧 那几个 打小的就是我邻居 他们什么点 我太清楚了 他们家一共歌词 无恶不作 在我们那块都有名 您瞧见没有 那穿西装那个 那是老三 又阴着呢 坏主意啊 都是他出的 那背相机那个 那是老二 更不得了 你看那德行 就不是一好人 打小就一坏蛋呸子 跟您撞车那个 那个是老大 杀人犯 杀人犯 没出来紧 这老四怎么聊这么半天啊 不会出什么事吧 你放心 咱哥几个就数他心里有数 有什么数 打借不磕子 且说一声 我明白了 我明白了 他们这车也给我修好了 这钱也答应给我了 等这事完了 到时候他们再给我玩阴的 难怪他们给我拍照 是怕他们同伙认不出来呀 我这家庭情况 他们也了解 这好有地味掏过去呀 我孩子王毛静的情况 他们也知道 坏了 我就说你捅娄子了吧 还真是一大娄子 我怎么没想到这一步啊 这可怎么弄啊 不行 我报警吧 别借 别借 人家什么都没干 你报警也没用啊 也是哈 我说呀 要不这么着 你呢 赶紧办出院 要钱的事你也别提了 到交通队把案子一结 不就完了吗 人家一看你都这样了 也不能怎么着 是吧 对对 我真是倒了大霉了 怎么碰这么一家的人啊 我也不跟您聊了 我收拾收拾 立板钉 帮你 好 好 我也帮你收拾收拾 行 你去安排吧 好 范大夫 十二床的要出院 十二床 这哥几的还真有招啊 你说什么 没事 你去帮他办手去吧 一会儿我签字 我去帮他 好 怎么样啊 没事 不说呀 哥们 多谢啊 咱们后会有期 后会有期 保重 不对呀 还哪儿不对啊 你一直跟我说 他们家哥四个 这老四你可没说过呀 你好奇心还挺重 我得了解情况啊 这老四啊 一般情况下可不能说 是他们家最有出息的 国家培养的高级特工 现在还战斗在伟大祖国 对敌斗争的秘密战线上 这更厉害 这更厉害 大沙梦 他还问老四在哪儿 我这一机灵劲一上来 你猜我怎么说啊 我说老四是高级特工 现在还在祖国边疆的 秘密战线呢 你们家还真是人才技技啊 范蓉啊 真是给你添麻烦了 难得给大哥帮回忙 您下回可得小心点 是是是 越来越漂亮 你说你这让别的姑娘干吗 活啊呀 别别 我跟她补仇 赶紧把她拉走 行 范蓉 那我们先走了 哪天得工夫请你吃饭 你等会儿 他们都能走 你在这儿等他 等我下班 不是 我跟你说 得 得 潘洋子你还得留下来 做收尾工作 上 是服不是我 是我 不服 不服 你俩充吧 你这么坏的 好 走了 说话 说话 说什么呀 给了你这么长时间考虑 你该想明白了吧 你不说是吧 那行 我说 我说以下三点 你给我听好了 那就等 突然想起于一人来 就咱上初中的时候 那政治老师 就特事那个 叫什么来的 刘老师 刘孝老师 你记得吗 别给我拼 真的 你现在说话怎么 跟她那劲给我一拼 三点 不过两点 你别给我洗不消脸的 行 你说 第一 我 一点都不喜欢你 我以后再找你 幻学 幻学 留学 描着 幻学 一 幻学 学 幻学 原行 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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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幻学